世事变迁,到不尽人情冷暖,万物生长,枝繁叶茂,长满枯草的道路上,出现各种各样的分叉口,时常跨不过,充满险阻,秋逸朦胧的时光,我们倾听着世界的心声,声泪俱下地感受着自然界事物的变化,从花开繁盛,到花落枯萎,每一次聚变都是生命真实的馈赠,耳边的寒风呼啸而过,眼中会变化。 望不到边的事物掩盖黑暗,此时,在长久恶战,漫无边际的诅咒,不言而喻的陷害中,正能让肖战转型剧光荣出圈,无凭无据,社交平台上承接了一次比一次更凶猛的暴力事件,军人故意也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曲悲歌,肖战本人也因这个角色无辜被黑,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中间的难过无人知晓,真相一目了然,这次的不法分子将敏感题材讨论的深入, 为的是继续消耗肖战热度,结合这两大特征,大略明白这部屡屡受责骂的原创作品,当舆论顶峰的源头,不明事理的越南网友,对相关重要细节保持分歧意见,之后到来的是,越南论坛大V闹事,扬言抵制,趁此良机,给演员肖战扣罪名, 静观其变,只要一个可信说法,该解释的早晚有真相,谁也没料到,一部演员付出巨大努力,苦心研究剧本的话题剧,再次出现在观众的讨论视野,竟是这种方式,肖战有苦说不出,粉丝心中隐藏委屈,对方互相体谅,任由蒋世方胡言乱语,编撰一些违背现实的言论, 由此可以看出引战方的意图,根据一些子虚乌有的图片,长篇大论的说辞,开展下一步计划,最大的获利者是10名ID背后的造谣者,本次和越南联合到一块,更说明了无风不起浪,无事不安宁,只要一有人出招,准有人给小飞侠上举报罪,原因有二,想搞新一轮恶劣事件,是实力演员肖战被迫站立道德边缘,坚守个人理念,内心声音, 有变明是非的能力,不会受外界乱象所蛊惑,一个健全的当代青年,就该这样,分清戴着人皮面具和戴人真诚有何区别,肖战难吗?太难了